老美的小心思彻底曝光了 当初有军官狂妄地叫嚣道 中国想要建造航母 至少还需要200年的时间 甚至为了阻挠我国的海军发展 撒下了三个弥天大谎 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 这三个弥天大谎 不仅没有难倒我们 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那么老美这三个谎言是什么 我国科研人员又是如何利用这三个谎言的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大家可以将自己的看法放在评论区 说到海上的军事实力 我想大家第一时间就能想到 老美11艘核动力航母整天耀武扬威 客观上这也确实是他们海军的底气 而且在近些年我国的发展途中 老美的海军也确实对我国的海洋安全 造成了或多或少的损失 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但我国并没有坐以待毙 甚至是屈服 而是我国在很早之前就提出了 要建造属于自己的航母编队 因为现代化战争争夺制空权尤为重要 海洋战争以及海洋安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海陆空一体的作战方式更吃香 也更容易取得战争的胜利 老美就是从一战中获得了启发 一战的航母仅仅只是运送飞机的仓库 虽然对于战争而言都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飞机上下船都需要使用吊车来操作 大大提升了工作的难度 可以说是耗时耗力 所以一些军事强国就开始研究现代化的航母 最开始是由法国提出的 英国最先开始研制的 但当时英国的航母性能十分简单 严格意义上来说 并不能算得上是航母 直到后来日本在这个基础上 用了三年的时间研制出来了凤翔号航母 它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艘航母 日本也通过这个航母 在战争中取得了不少的甜头 就这样美国看到航母的优势 也开始撸洗袖子搞航母 通过这来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老美在最巅峰的时候 航母的数量高达近200艘 它们也是不断地改进航母的性能 逐渐向核动力航母耗尽 老美也深知航母的重要性 它们便开始限制他国发展航母 强行要求大部分国家签署华盛顿条约 但当时很多先进的欧洲国家 根本不在意 还是大摇大摆地建造航母 直到二战结束 真正意义上拥有航母的国家 也仅仅只有美日英法这四个国家 起初老美把遏制航母发展的中心 放在苏联的身上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 飞速发展的中国 成为了它们的肉中刺 更是在我国提出 要建造航母的时候 产生了异样的眼光 一些人认为 当时的新中国贫穷落后 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建造航母 还有一些人没有轻视我们 觉得我们是说到做到的 觉得我们有决心 有毅力 而且它们甚至 如果我们建成航母 那必定会震惊世界 还会对它们的海上霸权 产生很大的威胁 所以刚开始 老美就处处限制我们航母的发展 从吨位上 经济上制裁我们 不断地给我们使绊子 但我国的科研人员 把老美的把戏当成杂耍节目 丝毫不理会 埋头苦干 就是自己搞研究 老美看这样不行 于是捏造了三个弥天大谎 想让我国放弃对航母的研究 谎言一 航母的建造费用和维护费用巨大 因为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 国内百废戴星 他们觉得我们一定会被这些金额吓住 于是开始不断地宣传 造航母所需要的费用 根据老美所说 建造一艘航母 需要花费近50亿美元 每年的维护费用 也需要10亿美元 更是说 他们的尼米兹航母 从建造到退役 就花了300多亿美元 而且他们还在众多数据上做了手脚 就是想劝退我们 于是我国人员 立即展开了调查研究 我们发现了重大的秘密 如果一艘航母要上百亿 二战时期 老美拥有将近200艘航母 那可真是一个天文数字 就算老美依靠战争敛财 也绝对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 于是老美的这一个谎言 也算是不攻自破了 反而更坚定了我国研究的决心 而且在当时 我国也有别的科研成果的前车之鉴 所以我们没有一丝放弃 因为只要埋头苦干 中国海军才能屹立在世界之殿 赢得他国的尊重 更好的守卫中国的领海 老美为了阻止我国建造航母 竟撒了三个弥天大谎 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谎言反而帮我国了一个大忙 老美眼看第一个谎言失败了 当即又想出了第二个谎言 老美声称 航母并不是完美的 体型庞大 疑速慢 机动性非常差 而且现在航母已经过时了 已经不是海军的标配了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继续研究航母了 还不如把这些钱省下了 研究一些新东西 甚至不惜拿出自家的航母做实验 当众摧毁了这些航母 这个谎言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已经有了前车之鉴了 当初苏联发展航母的时候 老美就是用这个方法骗到了苏联 直到战争大象的那一刻 苏联看到老美海上的大家伙 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所以当老美的这个谎言 一经发出的时候 科研人员就提出了质疑 老美是不是在故技重施 于是经过调查 果然我们发现了老美摧毁的航母 仅仅是一个退役的老家伙 放着也是放着 所以才当众销毁 这第二个谎言也是被我国拆穿 我国更坚定了航母的重要性 眼看我国无动于衷 老美又说出了最后一个谎言 对外声称将取消航母的研究 并且十年内取消海军航母的编制 甚至搬出了浮空岛 但有了前两个谎言做铺垫 我国已经知道 老美说的话 十句九句都是假的 所以对他们不再理睬 就是自己埋头苦干 所以说 老美的这三个谎言 对我国航母的发展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让我国的海军发展得更加迅速 自从我国从乌克兰 买了一艘航母壳子 我国航母的时代 也是飞速的到来 一艘 两艘 三艘 到现在 004的消息也是不断传来 刚刚下水的福建舰 也是中国海军突飞猛进的象征 中国海军仅仅用了几十年 就走了老美几百年才走完的路 最后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中国军队的发展 一定可以更进一步 也致敬那些 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伟大的科研人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大家对于老美撒的这三个谎言 还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后期视频内容更加精彩 您的支持 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